晚宴在威風喜慶的賀年武士表演中拉開序幕 《大紀元時報》洛杉磯分社社長李旭生在致詞中表示 在新的一年 媒體的成長將更為迅速 這邊的華人也是整個美國最集中的地方 整個加州佔去了我們全美國大概三分之一強的華人人口 所以在這邊我們做我們的中國媒體的重要性就格外的突出 新唐人大紀元媒體集團自成立19年以來 始終以堅守傳統報導真相為媒體使命 以其積極正面的媒體角色在社區民眾中獲得極高讚譽 《大紀元》在整個美國來講或是對全世界的華人圈來講 甚至對主流社會而言是一個傳遞真理 傳遞真正消息的一個很重要的媒體 《大紀元》是一個兩性媒體 也是在缺錢 缺資源的情況下能夠把這個媒體做好 我就很不容易 我們總是很興奮讓他們在中國新的新年 在我們社區的新唐人電視高人氣美食頻道 美味生活的中餐主廚 特別準備了傳統正宗的年菜系列 讓現場賓客大飽口福 精彩的二壺 琵琶 糖谷等傳統契約表演 以及英氣勃發的中華武術演示 贏得賓客們的陣陣喝彩 在晚會現場 社區民眾也捐款來支持良心媒體 通過看我們大紀元的這個新聞媒體 讓我了解到了許多真相 也是以前在牆內看不到的真相 讓我對民主有了一個新的認識 同時我也感覺到應該為中國的民主 做一些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晚會內容喜悅溫馨 賓客們互致祝福 期望心碎 大紀元的讀者 大家好 我在這裡祝大家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新唐人記者楊洋 劉寧 洛杉磯采訪報導 謝謝大家 大家好 谢谢观看